原标题 中学毕业线齐复县立齐复高等学校同年好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以士官后补生的身份被编入后兵第十六连队 宫齐婆三郎1914年12月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毕业737名毕业学员中排名第二 三十位1918年9月被派往天津驻屯军任职1921年12月日本陆军大学校入学1924年11月于日本陆军大学校36期毕业 64名毕业学员中排名第二十九位1930年5月任职于哈尔滨特务机关 1933年3月作为红权步兵第31连队步兵第二大队大队长参与热格战役 1934年4月回国任参谋本部中国科密码班班长兼陆军大学校和陆军通信学校交官 1937年8月任台湾军高级参谋兼参谋本部香港驻在武关 1938年9月任中国派遣军第21军第三克特长兼广东特务机关长 1939年3月任驻牡丹江的第二师团步兵第16连队连队长 是增援诺蒙坎的部队中最早进入阵地的 正好面对的不是苏军而是盟军 加上当时战事已经接近尾声 所以第16连队没有什么损失 是诺蒙坎战役中仅有的一支获胜日军部队 战事期间 龚齐婆三郎在诺蒙坎的阵地上居然埋下了戒备 在后来的日苏化戒谈判中 苏联人对于这块突然冒出来的戒备手足无措 糊里糊涂就承认了 1940年12月任第13军复兼上海特务机关长 1942年8月任驻一昌的第13师团 第26旅团旅团长 年底带着属下第58连队到曼谷 任新组建的第31师团 第31步兵团长 1944年英帕尔会战的时候 他带队冲击的最远 以达英军补给基地科西马 后因补给断绝 师团长佐藤信德下令撤退 由他打狙击 他巧妙地掩护大军达三周之久 撤退的时候 还收容了其他部队的伤兵500人 他自己抬着伤员 把食物分给其他人 沿途尽力掩埋战友的尸体 此役之后被提升为第54师团师团长 牧村兵太郎1945年4月伊洛瓦底将会战的时候 两殿方面军司令牧村兵太郎被英军的攻势吓破了的 放弃指挥好跑 第54师团被合围 在补给断绝有全军覆没的危机下 攻其婆三郎再一次指挥部队艰难突围 将部队成功转入伯故山区丛林地带 并参与了之后的西当作战直至战争结束 越方称卖作战 战后在东京开了一家很小的店 卖自己家乡局付出产陶瓷谋生 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不发表任何言论 但听到牟田吼连野的名字就记得直哆嗦 1965年在临死之前 一支支的清点着各中队的番号 某某中队撤下来了 某某中队呢 身边的布侠们知道 这是还在被英帕尔噩梦缠绕 毛田吼连也是英帕尔会战时的第十五军司令官 因其不重视后勤补起指挥无方 导致攻其婆三郎和立下部队陷入绝境 在日本历史学家半藤伊丽和宝板正康所著的昭和名将于江 一书中将牟田吼连也形容为渔江中的渔江 牟田吼连野这个人之所以被称之为名将 是源于他高超的军事素养 而且他还是为数不多优待俘虏的日本军人 要知道日本军队是出了名的瞧不起俘虏 越多事件比比皆是 但是攻其婆三郎能在日军本身急缺药品的情况下 将药品给予盟军俘虏使用 这也为他赢得了非常不错的口碑 无论是日军还是盟军都对他的评价很高 攻其婆三郎 最终军衔为陆军中将英帕尔会战时的第31步兵团长 因作战理性打法聪明 被视为也战指挥能力优秀的日军代表人物 在日本有着名将的称号 虽有名将之称 毕竟参加过侵华战争 手上沾着中国人的线线 注定被钉在持鲁柱上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zoekt 小学 到底是年复得 eas鞋 我 disco 和他最新增入版货憲 汇être的 都是主持人者 皇贤 拧椿 我愿 我愿是